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收入眼底的风景其实不多 并不是所有遇到的人都是恰逢知己 看似风光无限 也终有繁花落尽的荒芜 慢慢人生路上总会遭遇各种失败 走错方向 爱错人 选错路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分水岭 就是在于发现错了之后的选择 是硬着头皮将错就错 还是及时回头 从头再来 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人生 杨岚曾说 人生莫过于懂得如何放弃 属于你的终究有限 放弃繁星才能收获黎明 有时候 及时止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一 及时止损 壁虎在被天敌咬住尾巴 或者在遭遇危险的时候 往往会选择自断尾巴 以此来吸引对方的注意 然后趁机逃生 出于好奇 我后来去搜了一下 还有哪些动物是这种以牺牲部分来保全整体的狠角色 发现还真有几个 比如有一种名叫刺身的海参 它在遇到敌人攻击时 会将身体内的肠子 肝脏等内脏抛出体外 以此来诱惑敌人 借机逃走 还有火蜥蜴 它的逃生方式更狠 通过截断四肢来逃生 断壁求生 这虽然是不少动物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技能 但细细想来 这其实也暗藏着一种智慧 及时止损 其实 及时止损这个概念 我之前已经多次提及 今天仍想再聊一聊 因为这确实太重要且必要了 可以说 及时止损是一个成年人的高配思维之一 二 学会放弃 去年杭州杀气案震惊全国 很多人都被这个冷漠 残忍 无情的丈夫给惊到了 不禁感慨 一个人怎能对枕边人下得去这样的狠手 很多女生因此大喊恐难 恐婚 我认为没必要因此就恐难恐婚了 因为优秀 有责任感 人品正的男生还是很多的 男人不全都是这么坏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一定要有识人的能力 要保持清醒和理智 如果发现自己遇人不输 那么请果断转身离开 哪怕你已经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 我曾遇到过一个被男友家暴的网友 他的男朋友可能有躁怒症 脾气很不好 非常容易动怒 每次吵架都打他 而且一次比一次打得严重 有几次不得不去医院治疗 被打得这么严重 为什么还不分手呢 他说舍不得这段感情 毕竟在一起也有好几年了 当初为了他自己曾放弃高薪的工作 离开熟悉的城市 现在分道扬镳 心里不甘心 在外人看来 这样的男人越早离开越好 说不定哪天他打红了眼 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但身处其中的当事人 往往是拎不清的 即使拎得清 道理也全都懂 可是真正让他下决心分手 还是会犹豫 究其原因 其实就是不懂及时止损 爱错了人学会放弃 及时止损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幸福不会缺席 只是来得慢和来得快的问题罢了 时间留给对的人 对的事上面 生活才不会辜负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三 好的人生都离不开及时止损 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心理 比如大家都很熟悉 非常具有催眠作用的话 来都来了 去一家餐厅吃饭 发现要排很久的队 但来都来了 还是慢慢排吧 买了电影票 发现很垃圾 看不下去了 但想着来都来了 钱都花了 还是继续看下去吧 这些生活中很常见的场景 其实都属于不懂及时止损 只是这样的损失通常比较小 对我们的伤害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罢了 但如果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 那可就不一样了 比如被家暴 再比如因赌博欠下不少债务 在这些事上就一定要及时做出反应 哪怕你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再多 哪怕你已经输了很多钱 都要赶紧抽身离开 因为你走在一条不归路上 现在必须要改到了 否则就会输得更多 下场会更惨 义仲天先生说 人生如果错了方向 停下来就是进步 这就是及时止损的精髓 每个人都会犯错 都会走错路 看错人 做错事 犯错不可怕 只要你停下来 不再继续向前走 这就是一种进步 也可以说是胜利 庇护断尾能重获新生 人其实也是如此 我们如果能有及时止损的勇气和智慧 一定也会拥有更好的人生 坦白讲 好的人生往往都离不开及时止损 那么具体要怎么去做 怎么去执行呢 有三点 一 放下过去的烂事 西方有句谚语 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 一瓶牛奶打翻在地 你再怎么哭天喊地 也不会让这瓶牛奶恢复原状 反而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心情 甚至引发更多的糟糕事 言外之意就是 有些坏事既然已经发生了 有些损失既然已经造成了 那就坦然接受 不要再与其纠缠不清 往往你越是纠缠 损失的就会越多 所以 放下和翻篇有时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二 远离垃圾人 感情骗子 婚姻恶人 垃圾损友 与人不输是生命中常有的事 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一辈子不会看错人 看错人 交错朋友不可怕 只要懂得及时转身离开就好 与漫长的余生相比起来 之前所付出的 损失的 又算得了什么 凡事要向前看 早点远离这些垃圾人 就能避免更大的伤害和影响 你的人生便会是另一种模样 三 结束错误的坚持 不是所有的坚持都值得坚持 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意义 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 我们都应该有深度思考的能力 和一日三省的习惯 要勤思考自己正在做的事有多大的价值 方向有没有错 方法对不对 要勤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得体 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结束错误的坚持 不在错误的路上一条道走到底 这是一个成年人应有的智慧和自觉 人这一生总是面临着许多选择 不是每个人都有壮实断腕的勇气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重新开始的魄力 但很多时候 及时抽身才能重获新生 学会及时止损才能看到另一种可能 优质的生活就是能够做到断舍离 断掉往事的纠缠才能有更好的开始 舍弃错误的坚持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离开不懂珍惜的人才能遇到能够共度余生的人 人生路漫漫愿你拿得起放得下 懂得及时止损幸福地度过一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牧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